有冰有意志 沒病長姿勢 歡迎收看貓奴急診室 為了滿足對貓咪身體有強烈好奇心的你 貓奴急診室大聲 大家好 我是志明 我是狸貓 我們歡迎吳醫師的吳醫師 今天是貓奴急診室的第六集了 不知不覺已經過了五集了 過了五集了 你知道我在講廢話 第六集這個主題 我覺得應該是大家敲碗 敲到碗都破了十個了 貓的腎臟病 貓咪就是進來 尤其到了一個年紀 有一半禮商的機會 有慢性腎病 急性的表示它是可以恢復的 也就是它只是暫時受損 所以它在經過治療之後 它是可以回到原本的狀態 可是慢性的話 它就是已經好久以來 慢慢慢慢的受傷 那它治療之後 它可能可以控制 但是它沒有辦法恢復了 他們要模仿動物們 在各種情境中的叫聲 而且要加上動作以及肢體 東京大學他們有做一個研究 因為大家都會覺得說 欸為什麼貓咪跟狗狗比的話 貓咪發生腎臟疾病的比例會比較高 血液中有分泌一種因子 把它想像它是一個標籤 當我們的腎臟 它譬如說有受傷的時候 這個標籤就會跑出來 然後就會貼在那個受傷的地方 貼標籤 對貼標籤 然後就會跟人家說 這個要丟掉 溜垃圾要丟掉 可是貓咪呢 它這個標籤 它會跟這個蛋白黏得很緊 我今天腎臟受傷的時候 就沒有人來幫它貼標籤 所以這個受傷壞死的組織 它就一直存在在腎臟當中 所以它原本是急性的受傷 那因為都沒有輕掉 所以它可能久了 就變成一個慢性的生病 那目前也有將這個東西準備 就是它已經進入臨床實驗 那未來我們製造出這個標籤 然後打到它們的血液裡面 然後做治療這樣子 所以未來可能會有痊癒的可能 可能 可能 所以貼標籤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就是比如說大家很常會把我誤認成治療 所以大家會把我貼一個標籤 叫做治療 好 那我們來第一題吧 第一題腎脂素膏就是慢性腎病嗎 是非題 好 請多答 看看那個 兩個都答對了 好險喔 因為現在如果說腎脂素膏的話 我們要先釐清它的原因是什麼 那它可以分成三個部分 第一個當然就是腎脹本身的問題 然後再來就是腎脹之前的問題 那通常最常見的是脫水 就是譬如說其他的生病造成它不止不喝 可是其實腎脹是OK的 就沒喝水的話 腎脂素就會高了 然後再來就是腎後面的問題 也就是尿尿塞住了 所以它的那一些廢物就沒有辦法排除掉 所以在血液裡面 所以我們驗血的時候 就發現它的脂素就變高了 那我們接下來第二題 第二題 只有老貓才會容易得到慢性腎病嗎 因為我發現他們今天的問法 都很簡單耶 目前 剛剛我意思是說 只有老貓才容易得 這個是考題經驗啊 好 請作答 誒 那個字名答 對了 蛤 慢性耶 等一下 你怎麼會 我剛剛都提醒你的 天啊 你還做 考試的經驗 我沒有請你的考試經驗 我只想先進行解釋 老貓超過七歲以上的貓咪 牠比較容易會有機會 得到慢性腎病 這當然不是只有老貓才會得 就譬如說如果家裡有年輕的貓咪 牠可能很條皮 愛亂吃東西 譬如說牠吃到一些 不該吃的藥物 或者是吃到一些植物 然後或者說牠曾經生病過 沒有喝水好幾天 牠有可能會造成一些腎臟的損傷 或者是說暫時的脫水 因為我這樣個性的貓咪 可能會反覆做一樣的事 極性腎損傷 對 一直累積下去 牠有可能就會變成不可逆的慢性腎病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比較常見的就是 公貓 因為尿尿 尿不出來的問題 尿毒會在體內累積 累積的時間太長的話 導尿成功之後 但是牠腎臟肺部的功能還是很有限 所以牠有可能會因為這樣進到慢性腎臟病 品種貓 比如說有波斯體系的基因的話 就要注意牠有先天性的波囊腎問題 那牠有可能容易在比較年輕的時候 腎臟就開始有一些狀況這樣 好 那我們要來懲罰了 所以牠抽起來就會知道是什麼動物 吃飯到一半嗆到的豬 豬豬 豬豬吃飯 豬豬吃飯 吃飯 我是真的嗆到 好 接下來第三題 請問慢性腎病會好嗎 剪作答 這題是算簡單 對 剛好常講到 對 慢性腎病其實是不會好的 但是就會有人覺得說 那我這樣幹嘛要治療 斜線的話 就是你如果沒有治療的話 牠到死亡的時間 那A跟B呢 就是你介入治療的時間 那如果我是在A點呢 也就是說早期發現早期治療的話 你可以看到牠的靜感是比較緩慢的 治療之後就變成虛線了 然後B呢 牠也有治療 可是牠是在比較晚的時間才介入治療 所以牠的存活時間就會比A還要再短一點 早一點治療的話 可以活甚至超過一倍的時間 在治療控制的話 第一個就是 有一些因子 如果你控制得好 可以延長牠的存活時間 然後再來其實現在很重要的一個觀念 就是生活品質 這當中其實有一些症狀是可以用腰無控制 那蠻多慢性生病的貓咪 牠其實是可以有一個不錯的生活品質 好 接下來第四題 第四題 多喝水可以避免慢性生病的發生嗎 這是你應該要答錯一次 沒有 我就是 大家想要看你表演 好 請作答 兩個都答錯了 多喝水的時候 慢性生病是可以得到良好的控制 可是剛剛講到 因為慢性生病最主要跟自然老化有關 所以說 本身多喝水這件事情是 沒辦法去直接預防慢性生病的發生 可是牠有例外的時候 當貓咪不小心吃到一些藥物 或是牠生病 或是牠上呼吸到感染的時候 不吃不喝的時候 那個當下其實我們要鼓勵牠多喝水 因為這個時候腎臟有可能會有急性的腎損傷 多喝水確實可以預防這個急性的腎損傷 變成慢性的腎臟病 這裡牠強調是 因為有些人可能會從牠很小的時候 就很猛的去灌水這件事情 因為其實灌水對貓咪來講 牠是一種緊迫 不太需要這麼努力的一直去灌牠喝水 就是你只要注意牠的精神、食慾、活動力 還有牠的體重 是不是都控制得很好 而且牠的排便 尤其你可以觀察牠的便便 如果便便都是處於長條性 又濕濕的話 其實牠脫水的機會很小 問題真的是讓大家算一下 真的 什麼 什麼 口渴的狗 口渴的狗最重要就是舌頭 有點像心臟病 軟弱的老婆 軟弱的老婆就是 喵 接下來是第五題 那我們要如何檢查慢性肾病呢 A 可以驗SBMA B 驗BUN B 驗PIN B 開瘋 B 沙托 F 涼血壓 B 驗尿 好 請做答 答案 正確答案應該是A B C DEF的話其實就是 骨柱 然後再來是G 全部或者是A B C G 好難 所以答案就是 來找醫生 就對了 那驗血的話 我們可以驗的就是 A B C 尿素蛋 然後跟基酸幹 然後現在有一個早期指標 就是SDMA 就CREATING 它是腎原要75%損傷之後 才看得出變化 SDMA就是25%損傷 就可以看得出來 然後統計起來的話大概就是 有可能可以提早4年 直到腎臟的狀況 對 我們現在驗血 然後它的腎脂數高了 那它一定有腎臟病嗎 不一定嗎 它有可能是脫水 肌膝的 肌膝的 肾前性 肾後性 好 那現在驗血正糖 那它就沒有腎臟病嗎 不一定 不一定 有可能是初期 對 初期 然後你有可能驗尿 它如果有蛋白尿的話 那它就是有低級的腎臟病 然後或者是它在影像學 我們發現它變小了 那它也是有低級的腎臟病 腎臟病 對 ABC如果是正常 它只要DEFG有異常 它可能就有低級的慢性生病 我們疾病判斷是整體的嘛 所以我要藉由其他的一些證據去診斷說 它到底是不是單純腎臟病問題 比如說它可能同時有腫瘤 造成它不吃飯 那它當然是指數距離會高 所以其它這些輔助就要讓我們找出來說 它真正的原因是什麼 沒想到後面都一直懲罰耶 害羞的猩猩 這不是我的笑聲嗎 可愛的小貓 阿瑪他們的叫聲就是可愛的小貓 阿瑪不是可愛的女生 那你要我學我們的哪一隻貓 可愛的那邊是Soccus吧 Soccus喔 Soccus很簡單 好噁心喔 我還可以學晚腸喔 好我們接下來第六題 請問高血壓可能對哪些器官造成傷害 A 腦 B 眼睛 C 心臟 B 膳光 E 腎臟 F 肝臟 好請作答 A B C E 對答是A B C E 不錯上一題有個量血壓 因為慢性生病它非常容易會有高血壓的問題 所以血壓的監控其實在慢性生病是很重要的一環 血壓通常就是大於160的話 建議開始要治療跟監控 大於180的話 所以比較嚴重的高血壓 對於剛剛講的器官的傷害就會特別大 比如說150到160這之間的話就是 你可以用監控的方式不一定要急著吃降血壓藥 可是這個時候就可以開始給它一些限制鹽份的處方飼料 血壓是正常的話 它有腎臟面的機率比較小嗎 也不會 也不會 應該說慢性生病會引起高血壓 可是本身沒有高血壓也不代表它腎臟不會有問題 在貓咪血壓是很重要 其實不管什麼疾病都還是建議就是貓咪有一定年紀之後 都要定期量血壓 不是只有在有腎臟病才要量血壓 我看你簽作非常多耶 是打中那種每一題都錯了 所以我做很多題耶 看到柚子的歌子 那你是不是要有人學柚子的歌 那我應該是先說正常的歌 真的柚子出現了 好 好 他人家是鴿子 然後你遇到柚子 所以這樣 就飛走 叫到一半突然吃到蚊子的青蛙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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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青蛙是喜歡吃蚊子啊 那所以是開心喔 我 我 蚊子來了 好那我們接下來第七題 關於處方飼料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正常貓也可以吃 D 就是有腎臟病的時候也可以吃鮮食 C 他也可以吃零食 D 只要診斷出腎臟病就一定要吃處方飼料 但再提示一下好了 有四個 有三個 有三個 三個三四個啊 好 請錯答案 D 你錯 蛤 怎麼可能 A B C C 答案是A B C 對答案是A B C 要有一個觀念知道 就是其實貓咪他在換食物的過程中 緊迫 對也許是一種緊迫 所以說 願意吃 比起他吃的好來的更重要 如果說你今天吃的不足夠的話 其實他整體的熱量根本達不到他 所需要的基本的新陳代謝 這樣反而更糟糕 第一二期的時候其實不太需要 廚方飼料來控制 如果說他願意接受廚方飼料 你慢慢的換廚方飼料的話 廚方飼料他的優點就是他蛋白質是好吸收好消化的 低蛋白 低零再蠟有限制 而且他可能會含一些抗氧化的物質 所以對腎上病會有一些幫助 可是第三期以上的肾病的話 建議可以的話 要轉換成廚方飼料 願意吃的前提之下 我們再來要求看怎樣能夠吃得好 吃得健康 對他的狀況是最適合的 反正最大忌就是不要瞬間改變那個飲食習慣 對 或者是你覺得這個好你就搶貨他吃 可是那個東西他錯到你都不吃 反而會惡化他的問題 正常外面吃到廚方飼料其實沒什麼關係 可是有一個前提就是 如果說幼貓的話就不建議 因為幼貓他們在長大 會需要很大量的蛋白質 那這個時候他要去吃到 蛋白質含量比較低的醋方飼料 其實對他的發育可能會有一些影響 那他們當然也可以吃鮮食 偶爾吃一些零食都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就是我們有時候吃東西 會要求數字要多漂亮 可是其實數字很漂亮跟他生活品質好不好 有時候不一定是成正比 放鬆那個心情 然後去接受這件事情 就是把它當作 他其實是一個老化會發生的事情 只是我們要怎麼樣努力去控制到 讓它最不會不舒服 而且它有好的生活品質 它有快樂這樣 我們就是前面兩題對 然後後面就全錯 踢到石頭的鴨子 蛤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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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蛤蛤蛤蛤蛤蛤 有這麼多石頭嗎 參加選美的鳥 啾啾 給一些姿勢 選美的姿勢啊 選美的姿勢 鳥不會是選美啊 啾啾啾啾啾啾啾 我們接下來第八題 哪些是適合腎病的飲食模式 A 補充魚油 B 高癮飲食 B 限制蛋白質 B 限制原分攝取 B 補充維他命E跟C 好 請作答 DD D 沒錯 我錯啊 答案是A 然後C D選不選都可以 E ACDE 意思是ACE 對 魚油跟維他命的話 其實就是抗氧化物啦 所以你都可以補充 這是OK的 B的話它就一定錯 貓咪的話一定要D0飲食 D0飲食在慢性身邊的貓非常非常的重要 而且如果你控制好血淋 就惡化的速度也會變慢 哪些食物那個淋比較多 飼料上面就可以看它的百分比 那當然如果可以的話比較好 就大概是0.3到0.6這樣 它在正常吃喝之下 然後它是第三級 就會建議你要限制蛋白質 在這個之前呢 其實你不需要特別的限制 如果你特別的限制 讓它的蛋白質吃的不夠 它反而會影響腎臟的修復 這裡提供一個居家檢測小技巧 我要怎樣知道它吃的蛋白質 卡路里來源夠不夠 如果你都這樣子吃 你發現它有體重減輕 然後它在驗血的白蛋白比較低 然後它的毛是比較沒有光澤 再加上它的肌肉一直變瘦的話 那可能是你吃的蛋白質的卡路里 來源的卡路里是不夠的 是不足的 超光都沒有一個問題 然後那選跟不選是因為在這個實驗 有矛盾的結果 好像鹽分 對 鹽分 有人就認為說我把鹽分增加 這樣它尿尿會比較多的話 是不是就比較不會有這些問題 有一些做出來是覺得對腎臟是有幫助 可是有一些研究說 你吃的比較少 它反而有可能是惡化的 那所以結論就是說 不用特別把它限制低 大概有多抓小一點點事 但是也不能就吃太多這樣子 氣喘鬚鬚的牛 猛 所以是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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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題題目叫做 生氣的響尾蛇 比較生氣 進入最後一題 第九題 請問下列哪些血比較出現的時候 它的生存時間會變得比較短 A 體態教授 D 蛋白尿 C 高血壓 D 高血淋 E 口炎 這有較短的存活時間 對 活不久的意思 請作答 全部 ABCD 又錯 答案是ABCD 沒有D 慢性生命本身的育後因子 就是我們會說的 這是一些育後因子 就是它統計學的結果 所以說口炎不會是絕大多數的原因 應該說腎病也會引起口炎 因為你有尿毒 尿毒 胃腸到黏膜 跟嘴巴黏膜 可能就會有一些發炎的反應 可是不太影響到它的存活時間 以太羅變比較瘦 有可能表示說 它有一些蛋白質的流失 當蛋白質流失或熱量不夠 其實它代謝就會出問題 所以它存活的時間一定會有影響 再來就是B 有蛋白的尿 正常蛋白質應該是不會有大量的過去 可是 當濾膜破洞的時候 蛋白質會大量的被過濾到腎小怪 它可能會沉積在裡面導致它一些免疫反應 會引起更嚴重的腎臟發炎反應 再來就是高血壓 因為高血壓 剛剛講過如果超過180的話 對於腎臟也是會有腎損傷 包括腦部啊 神經系統都是有傷害的 然後再來就是高血磷 就是如果磷控制的越不好的話 其實它整體的存活時間是有明顯的影響 它滿尿可以藉由藥物做控制 高血壓也可以藥物控制 然後高血磷又可以飲食控制 但是如果說飲食控制上高血磷沒辦法達到很好的控制 它也有藥物可以一起做控制 然後體態教授就是要特別注意它的營養部分 不得要把身體要全部演完 那就是你啦 因為你剛剛有多錯比我多錯啊 我剛剛有看 九題只對了兩題 看到人類的老鼠 這是...這是人類 兇狠的貓 我們不是一天到晚看到兇狠的貓 兇狠的貓 很容易啊 再抽兩題就好了 肚子餓的猴子 脫漿的眼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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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右被我笑聲 走鋼手邊噴水的大翔 有嗎 大翔沒有叫聲吧 紅黃的狗 紅的狗 你們這邊每天都有啊 撞到牆的烏鴉 打嗝的暴龍 喔 那個很高對不對 想睡的公雞 我哭哭 樹上掉下來的猴子 樹上猴子的叫聲 我一直叫著每一樣都很像歌曲耶 跑著跑著被機車超過的啦 好啦辛苦小光手想這補多成吧 對啊 我也謝謝老虎醫生 幫大家介紹了腎臟病的相關事情 對 總之呢就是我們創造了一系列的懲罰 就是為了讓大家 看這個 比較嚴肅一點的影片的時候 不要想睡覺 或者是快轉之類的 真正的補充到知識 然後對貓咪們更好這樣子 那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們按讚留言分享 記得訂閱我們 大家下次再見囉 掰掰